AI造福黄仁勋商务行程满檔 就连6月待在台湾时 也忙着和美国视讯连线 全球关注的黄仁勋这回可能碰上大麻烦了 路透社报道法国将开出第一枪 对挥大提出反垄断指控 最终会挨罚全球年营收10% 结告前挥大没对此回应 但若消息属实 专家认为后果不容小觑 这个案子也会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如果法国的监管当局 对NVIDIA做出处罚的话 那美国的FTC跟美国的司法部 会不会比照来办理 这就是值得大家来观察 法国判决是否牵动国际卖动 有待观察 不过挥大平平后资云端运算公司 像黄仁薰曾亲自裁电的CoreWeave 募资后估值不断冲高 被誉为AI新贵 堪称回答护城河的QDA 软体生态系更是无人能敌 这些都被写入法国AI竞争报告 是法国鉴止回答的可能原因 专家提醒台湾得审慎看待 NVIDIA如果受到处罚的话 对它的营业额 它的这个供应下单的量 可能会有所影响 对于我们台厂的出货的量 可能这是一个有潜在的影响 如果它的下单量减少的话 当然对你公司的业绩 就会影响很大了 华人轩掀起AI旋风 让台湾伙伴订单大打吃步 但一家独大的回答 碰上任何挑战 台厂供应链恐怕也难以置身事外 华市新闻黄天沈星顺 台北报导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